你见过乐高做的猫窝吗? 今天的比赛主题是10小时内为小猫搭一个他喜欢的房子 GEO组决定现场尝试寻找毛绒先生的兴趣所在 他们发现他很喜欢被吊起来的东西 再结合他简历上说的喜欢雪和温暖的炉火 于是搭了一个毛绒先生烤鱼冰屋 后面是火炉,两边是冰山 为烤鱼加上了可动机械 上面吊着,下面烤着 甩来甩去,神得喵心 目资组的小猫Kitty Pants喜欢和人玩耍 尤其喜欢激光笔 众所周知乐高里可没有激光剑 评委很期待他们用什么来体现激光 最终他们搭了一个激光经济场 样子类似游乐园的射击台 一楼有一个旋转激光炮 天花板上挂了闪烁的彩灯 爬上楼梯有个晒太阳的露台 墙上还挂了主持人评委画像 野村组的Tiger是个艺术生 喜欢用爪子作画 于是他们搭了一个美术工作室 工作室本体是一只展开的油漆桶 有舞台,颜料架 Tiger正在给模特鼠竹画肖像画 墙上是点蹄的爪印 护肤组的小猫喜欢时尚 所以他们要搭一个公主房梯台 成品这个造型 每个部位都起到了一个增益的作用 猫咪倒是给面子 真在上面走了猫布 我是没想到 评委这都能夸 下期